我们CN新闻英语的时间了 各位这篇报道相当有趣 同学我们都知道 现在猪流感 禽流感 现在又来个H1N1 同学你要知道H1N1 他们去检测的结果发现 你不能说它全部都是来自于猪流感 因为它那个同学 它那个基因链里面 有猪的 有鸡鸭额的 有人类的 同学有猴子的 你说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同学现在 这种最新的一个传染病 你把它翻译做传染病 那各位 这个疫苗 现在全世界真正针对这个了 各位 只有一家 在这个中国大陆 北京在制造 这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 生化科技公司 那么CN特别报道 来 以下就是它生产的过程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 Sinovac headquarters 这种疫苗来实力的 售人类传病 已经一样传染病 这种疫苗裂传病 都来与了 好了 各位 看完之后 我们开始看突破关键单字 同学 虽然我个人非常讨厌中共 但是这个是一个热门题目 我怕如果说万一同学考出来 变成我们加班同学都没有准备 因此我把个人对中共的恨暂时搁置一边 我们看到了好的 毕竟同学 老师觉得说 同学 外蒙古有一句话 我觉得讲得很好 就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我们的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各位不要忘记 所以说我们像我们敌人那里 学到他好的地方 我们台湾能够做出来比他更棒的东西 那我觉得就很好了 各位请看第一个 叫clinical 同学这个字叫临床的 你简单来讲就是实际应用在医疗上的 同学你看 它是来自一个字叫clinic clinic这个字 同学叫诊所 那么同学你看他前面是不是有一个clin 那个是代表倾斜的意思 同学因为他倾斜 就为什么倾斜会变成一个小诊所呢 那是因为同学医院里面是不是那个床铺 同学都可以倾斜起来 大家可以这样坐坐卧着 是不是啊 那么同学你在旁边写一个单字叫climb C-L-I-M-B C-L-I-M-B climb 同学问大家climb是不是代表攀登 攀登是不是就是在一个倾斜的表面上走 因此同学就是这样 所以说从clinic我们引申做 引申到clinical OK the second word vaccine vaccine 同学叫做疫苗 同学疫苗 讲军事术语的话就叫空包蛋 对不对 它里面不是真正很强壮的病毒 而是一些老弱残兵 甚至于同学是病毒的尸体 然后住进去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认识它 然后同学我们养成了怎么样来对付它的能力 因此同学要记住 我刚刚讲军事上的空包蛋 同学所有的空包蛋就是没有弹头的那个子弹 打出去同学好像煞有其事 但事实上同学伤不了人 不过同学讲伤不了人也不一定了 老师在当兵的时候 以前在新竹新兵训练中心 那同学真正他开始演习的时候 也是发空包蛋给我们了 我还记得那个地方新竹呢 有人种西瓜 那我们大家经过那个西瓜园的时候 就是拿空包蛋打那个西瓜 同学你别看了 那个砰一下一枪打下去 觉得西瓜还是会烂 只是说同学你要靠近一点打 浪费国家这个军火啊 那好 所以说同学记住 疫苗就是空包蛋 同学是打假的 所以说VAC自己控格 请念一个字叫空 叫空 所以说这个字叫vocation 假期就这么来的吗 假期同学把前面的VAC画底线 是不是代表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就是空空的不必做事 再来看Fertilize Fertilize 同学这个单字非常重要 同学 你如果说把后面的IZE去掉改为E Fertile 那就代表肥沃的 那现在是令什么受精 那同学你要知道 FER代表运送 空格期间运送 那么也就是说 让你受精 就是让你能够运送出下一代 对不对 好比说 这个母猪 我们找一个猪公来 让他们两个交配 希望能够让母猪生出下一代 对不对 令他怎么样 那再看 In fact代表感染 不要忘记 In fact这个字 同学 IN代表内部FEC 同学自己辅助 代表做 代表做 做东西的做 也就在你体内给你搞破坏 同学在你体内在你运作 那么这个病毒在人类的体内 在那里挡 结果同学弄出来 这个就是令什么感染 同学在看第五组来 Extract 抽出来 EX代表出来 Track自己辅助 代表拉 代表拉的意思 用手拉 所以什么叫抽出来 就是把他的精华给他抽出来 Extract Extract 各位一定学过单词 就Attract Attract 是不是叫吸引 对不对 吸引就是把你抓过来 对不对 好 同学请看 Render Render这个字 令你成为 同学 这个等下我多了不讲 我就讲 他等于一个字 Make M-A-K-E 他的用法完全等于Make 至于他的背法 我在课堂上再说 好不好 你的Make 到底加了授词 加圆形动词 Make加了授词 可以加过去分词 同学Render 同样造得出来 全部都可以 所以说你先帮我背 另称为等于Make 各位我们看到新闻英语的内文来 This is Sinovac Headquarter 同学把Sino画体现 同学Sino自己附着 这个就是中国的意思 就是中国 以后同学你看到Sino 就一定是中国的代表 他这Sinovac 你一看就知道 中国疫苗的总部 Headquarter代表总部 The first company in the world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clinical trial for an H1N1 vaccine 它是第一家公司在全世界 成功地完成临床的测试 对于H1N1的疫苗 那么同学不要忘记 Vaccine代表疫苗 This is Sinovac Headquarters The first company in the world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clinical trials for an H1N1 vaccine CN同学他们这个记者都很厉害 也就代表在什么地区 一定用当地那个人种的记者 但是他们的英文都是超级棒 也许同学这些人看起来像华人 那个女孩子看起来像华人 事实上同学都是ABC 各位请看 他说This is the very first stage of the process 这是过程的第一个阶段 Stage代表阶段 那么Every day Tens of thousands of fertilized eggs come in 他说每天大概有几万个 同学Tens of thousands 好几十个千 就是好几万颗的 受精的 已经受精的蛋进来 They are incubated 他们孵化 但是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已经孵化到某一段时间 Then they are inspected 然后他们受到检测 同学记不记得 IN代表内部SPECT 代表看 对不对 他们被看到里面 就代表检查 And then they are infected with H1N1 virus 然后这些还没有完全孵化的小鸡 就把它 让它感染了H1N1的病毒 After three more days 经过三天 The virus is then extracted 然后这个病毒 就把它抽出来 然后use to make the vaccine 然后用来制造这个疫苗 This is the very first stage of the process Every day Tens of thousands of fertilized eggs come in They're incubated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n they are inspected And then they are infected with the H1N1 virus After three more days The virus is then extracted and used to make the vaccine Google card第三 All of the affected eggs come in on the conveyor belt 他说所有受感染的鸡蛋 都come in 都进来 在一个输送带 同学 convey 不要忘记 convey代表运送 con代表come con就等于come 那么V-O-Y 就是W-A-Y 就是代表 从路上过来 运送 那么运送的东西 这种带子 叫输送带 There are slides open 他们被切开 And then the virus is harvested 然后这个病毒被收集 大概小鸡啊 让它孵化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同学 他就生病了 然后你把蛋 把它剖开 从小鸡身上 抽取这些病毒 This The virus is then rendered inactive And stored for the next part of the process 这个病毒 然后就被弄得怎么样 同学照理说用made 但是你看这里用render 都漂亮 所以说作文 想要得高分的同学 你自己看看 你把made把它变成render 你的分数就大大提高 这个就是画龙点睛啊 对不对 被弄得不活泼 And store 然后储藏 对于下一个步骤 Inside all of these jars 在这些罐子里面 Is H1N1 virus 就是H1N1的病毒 All of the infected eggs Come in on a conveyor belt They're sliced open And then the virus is harvested The virus is then rendered inactive And stored for the next part of the process Inside all these jars Is the H1N1 virus 再看第四 At this stage 在这个阶段 They are collecting the virus And preparing for purification 它说 他们收集病毒 而准备进行纯化 Pure代表纯粹的意思 Purify代表纯化 那么现在是它的名词 And here is the final product 而最终产品 就是这个东西 Inside this vial 在这个小罐子里面 It's a vaccine for the H1N1 virus 他说就是一个疫苗 对于H1N1病毒的疫苗 At this stage They're collecting the virus And preparing it for purification And here is the final product Inside this vial Is the vaccine for the H1N1 virus 好 同学 整个走了一遍之后 同学 这个过程非常简单 报道也非常简单 问题是说 同学怎么样去控制 怎么样做出来 这个才是真的不简单的地方 各位 你看第一个单字 不要忘了 叫clinical 同学代表说 临床的 第二个vacin 疫苗 第三个fertilize 受精 然后第四个infect 感染 第五个extract 抽出来 第六个render 就等于make 来同学 从头到尾再走一遍 各位拜托拜托 这个是各位的将来 如果你养成这种习惯 都不分辨 英文当中的 这些单字的意思 我留正向你担保 你大一英文一定不会过 因为大一英文同学 一半的分数来自于听 这个同学要去听 大一英文同学 不是给你这个写 大一英文同学是听 所以那个听力不好的同学 我告诉各位 你静大一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痛苦不堪 所以我希望同学 听力练一练 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This is Sinovac headquarters The first company in the world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clinical trials for an H1N1 vaccine This is the very first stage of the process Every day Tens of thousands of fertilized eggs come in They're incubated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n they are inspected and then they are infected with the H1N1 virus After three more days the virus is then extracted and used to make the vaccine All of the infected eggs come in on a conveyor belt They're sliced open and then the virus is harvested The virus is then rendered inactive and stored for the next part of the process Inside all these jugs is the H1N1 virus at this stage they're collecting the virus and preparing it for purification And here is the final product Inside this vial is a vaccine for the H1N1 virus ARD demais t a that and 這是 m rust g good s s t 感谢观看